接著就要開始介紹用背的吧 介紹一些常見的元素 然後就介紹它的性質 就把那些該背的都給我背起來 什麼最怎麼樣的最好的最差的 唯一的什麼的 融點最高最低的之如此類的 第一個叫做碳 有機物裡面都有碳 這是我們有機化合物教過的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然後這個叫做銅素液構體是重點 要講清楚弄明白什麼叫做銅素液構體 銅素就是相同的元素 液構就是結構排列方式不一樣 又叫做銅素液形體 國中就剛剛講鑽石石墨跟C60都是碳 但它排列方式不同 因此會有不一樣的物理性質 所以它元素是一樣的 但是性質差很多 因為它的排列方式不同 排列方式不同 鑽石基本上純的鑽石無色透明 它非常的硬 最堅硬的地科有膠 摩斯硬度表 最堅硬的物質鑽石 然後石墨就很容易剝落 它不硬 然後做鉛筆 俗稱叫K鉛 然後它是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 然後在下學期交電子的時候會告訴你 它做乾電子的正極 乾電子的正極 要記得 它也是要教OK 這叫石墨 性質又不一樣 只要銅素液構體 前面教了一個叫做同位素 現在教了一個叫做銅素液構體 以後再扯上一個銅分液構物 這樣問清楚它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這個活性碳 你們的口罩啊 濾水汽的活性碳 它多口 然後可以幫我吸附雜質 幫我吸附雜質 然後淨化水池跟空氣的目的 看一下 知道 OK 活性碳 然後呢 我們的影印機什麼 吸碳粉 就是靠靜電的原理把它吸附起來 它應該除了碳粉 你知道還有一些別的東西 因為它要加熱 讓它濃一點 讓它黏在上面 反正就是影印機 動作是靜電 然後呢 碳粉吸附 然後呈現刺激 OK 再來就是細 就是地殼含量第二位 在地殼的時候有教 別老師可能在教鯉化的時候有教 氧氣 鋁鐵 地殼含量前四位 細是第二位 好 然後呢 那他們是二氧化系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氧氣鋁鐵 在玩地殼的時候有教 我請你記下來過 然後呢 也是玻璃的成分 還有細晶圓 就是我們台積電裡面 定在做的事情 做細晶圓 半導體的事業 就是這個東西 知道一下 再來就是硫 硫磺 硫磺 硫是黃色 硫是黃色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就是 他在火山經常有些硫化物 硫化物 噴氣孔 黃色水孔 然後呢 就是作為火藥 原料 那橡膠是在硫磺有教過的 天然的橡膠不太好用 加了硫磺可以改變性質 增加彈性 這是在有機化溫的時候 教過這件事情 記一下 看完 預備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二氧化瘤 是一個常常出現考試的氣體 硫燃燒 藍紫色火焰 會產生一個有臭味 脂育性味道的氣體 叫做二氧化瘤 然後容易水變亞硫酸 然後就會構成所謂的酸乳 或者所謂的酸乳 酸乳我在異部的時候 會再講一次 所以重點 它是有味道的 二氧化瘤有味道的 治癒性的臭味 有人說臭雞蛋的味道 然後所以是可以造成空氣汙染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硫化氫 這個硫化氫呢 會使跟銀作用 然後讓銀變黑黑的 所以叫你說到火山 一般不要帶銀飾銀去 帶銀飾銀去 免得呢 它就會變黑不好看 OK 再來就是銀 這個現在不太焦了 有兩個銅酥肉體 它其實不只兩個啦 我們不用教 以前有教什麼紅鱗跟黃鱗 掃黃掃毒 黃色有毒 黃鱗有毒 這個看完就算了 現在不太講它了 然後紅鱗有魂來 我來投入紅鱗 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現在好像不太焦零鱗的事情 再來就是鐵 然後這以前教過煉鐵的時候 高爐剛出來的鐵叫做生鐵 含碳量高 比較硬但比較脆 所以不適合鍛造 適合鑄造 所以叫做鑄鐵 然後想辦法把裡面的碳盡量拿掉 接近純鐵 叫做熟鐵 那麼熟鐵就接近純鐵 所以延展性好 所以可以拿來敲敲打打 然後呢 所以叫做斷鐵 然後中間有個叫做鋼 接下來中間叫做鋼 然後呢 如果你盤碳量誰多誰少 排一排啊 身鐵手鐵鋼盤碳量排一排 誰最多誰最少 然後一個不鏽鋼 然後我們國中教的不鏽鋼 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十八八不鏽鋼 各根鋰 各根鋰做合不鏽鋼 不鏽鋼很多種 你現在看廣告什麼304啊什麼地方 就問人家鐵鋼要號碼 你搞不鏽鋼什麼玩意兒 反正我們教最簡單就是不鏽鋼 做餐去搖走 了解還可以了 好 那就是問你含量量誰高誰少 排一下會 然後呢就是氧化鐵粉 什麼快絕種那種東西啊 以前呢什麼錄音帶啊 以前錄音帶錄影帶啊 現在已經它幾乎都快要絕種 快要絕種 大概那個純澤後面的詞條 黑黑黑條還算是這個 當然其他當然記錄票的絕種沒有 OK 知道一下 然後那個是馬頭鐵鍍錫 白鐵鍍錫 背就好了 我想不過那個錫像的日像是口 口是吃東西 這是罐頭 所以馬頭鐵鍍錫做罐頭 白鐵鍍錫做劍材 就容易背下來 吃到一下 背一背 開一開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鋁 就是氧氣鋁鐵 鋁氏第一個時候含量最多的金屬 但是呢然後它的活性很大 很容易氧化 所以以前的鋁很貴 因為以前活性大都是化合物 沒有辦法提煉出真的鋁出來 所以要存鋁很貴 現在呢有電解法就可以很便宜 然後拿來做鋁門窗 活性大表示容易跟氧作用容易氧化 那為什麼可以做鋁門窗 因為它有一個烏龜殼 它會形成一個致密氧化層 保護內部不在被氧化 所以不會脫落 所以可以來做鋁門窗 我們有學兩個玩意兒可以有烏龜殼 這是第一個 鋁要背 它有烏龜殼 致密氧化層 不利氧化 然後鋁合金呢就可以坐飛機 因為很輕很堅固 飛機不能太重 很難飛起來 而且很耗油 看一看就好了 最後一個就是鋁 藍白色金屬光澤質 所以第二個有烏龜殼的東西 第二個有烏龜殼的東西 氧化石致密氧化層 所以背下來我們有兩個有烏龜殼的玩意兒 一個是鋁 一個是鋁 這兩個東西有烏龜殼 所以你要能夠理解 OK 然後呢 做複集 這是也是下學期要教乾電池 正題剛剛講過石墨碳吧 外殼心做複集 在下學期你要背的事情 在下學期你要背的事情 就把它背一背看一看 背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些 常見的元素 待會兒還有一些別的 就把這些性質背完就可以了